中邪网客户端,北京七月二十七日电,天文爱好者的服役来了。 今夜明晨,包括超场待机的月全时,十余年一月的火星大冲都将上演,民众甚至可以在二十八月凌晨三十三十分左右,给二者拍一张合影。 火星大冲与火星近日点示意图,火星大冲,十五年或十七年才发生一次,作为二零一八年千余年度大戏,备受瞩目的火星大冲,即将在今夜上演。 那么,何为火星大冲呢? 据媒体报道,有专家解释称,当火星,地球和太阳,一次排成一条直线时,称为火星冲日,而当火星冲日时,火星如果差好位于近日点附近,就称为火星大冲。 此外,火星大冲也并不常见,中国科学院的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湖方号,此前接受采访世界上,这种天象每十五或十几年才会发生一次,上一次出现在2003年8月29日。 他还介绍,在大冲期间,火星与地球距离达到最近,快上去比平时显得更大也更未明亮。 就在今晚,太阳一落沙,火星将从东南方缓缓升起,直至此日早晨,太阳再度升起时,火星还从西边落下,彻夜闪亮的红星难得一遇,非常值得观赏。 据报道,如果措施观察这次火星大冲的机会,下一次观赏到更明亮的火星大冲,要等到2035年9月16日才可看到,月全时, 下次要等到2021年,对于天文的爱好者来说,今夜的府里还不只有火星大冲。 当成红色的火星高悬天计之时,月全时也将灯灵夜空,与之遥相呼应。 值得一提的是,此次月全时还将开启超长待进模式,时间将长达104分钟。 据报道,有专家称,这次月全时,时间将长达104分钟,从实际至深光。 是18年来时间最长的月全时,近300年19世纪至21世纪来。 最长的月全时时间发生在2000年7月16日,月全时时间长达107分钟,从实际至深光,比这次月全时延长了3分钟。 据媒体报道,如果错失这次月全时,中国要到2021年5月26日,才能观赏到下一次月全时。 不过,据专家介绍,本次全时阶段发生于7月28日凌晨3点30分到5点14分。 在中国境内,由于每次全时发生在后半夜,偏色已见谅,因此紧急西部地区可见认识全过程,其余大部分区域可见但是月落。 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